2月9日,香港警方举行记者会宣布瓦解一个激进暴力团伙 减获大量高性能爆炸品源材料和弓箭等武器 香港警务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何振东表示 两名涉案人员涉嫌串谋制造炸药、无牌管有枪械 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 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昨日作出拘捕行动 分别拘捕两名42岁和62岁的中国籍男子 最行在涉嫌串谋制造炸药、无牌管有枪械 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 何振东表示 昨日在坟岭一住宅内拘捕42岁男子 当时他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和红白蓝尼龙袋中 发现大量爆炸品原料、攻击性武器和政治口号单张 而该住宅的62岁屋主也一同被捕 在行李箱里面一共发现23.5公斤的 可造爆炸品的原料 其中包括烧酸隔、硫磺、华尔的尾粉 有些炮掌和一些烟花蜡烛 也即是俗称的滴滴金 有三个专系控制烟花的遥控装置 一些电池、两个电子绑和一条USB线 而在一个红白蓝的尼龙袋里面 找到一些防毒面具 有300个防毒面具的雷芯和一些护甲 而在涉事的粉领单位里面 找到大批的弓箭 两支华尔电枪 八支伸缩棍 四部对档机 三个手提电话 一部平板电脑 有一些有政治口号的单张 大批的户格 而屋主 也即是62岁的被捕人 同时被捕 何俊东叙迟 据《线报》显示 有人意图在农历新年前 为本地激进暴力分子提供爆炸原料 以冲击香港法治、经济、民生 首获的爆炸品原料的数量是相当庞大 它的危险性是极之高 我们这个调查是由1月开始 当时警方接获善报 就指出有人打算在农历新年前 提供爆炸品原料 给本地一些激进暴力分子 以作出血腥抗争之用 现在他们的目的 就是冲击本港的法治 经济 民生 密谋继续对香港造成大面积的损害 特别是在佳节前后 人多密集的环境 可以造成的伤害是极度之严重 现在两名疑犯仍然被警方扣留作准一步调查 而我们的行动依然是继续 不排除会有更加多人被捕 而今次我们的拘捕行动 不单止瓦解了一个激进暴力的团火 更加停止了一场有可能的血声袭击 而除了今次瓦解的团火之外 我们同时亦都是相当担忧 会有一些孤狼式的袭击出现